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哥罗西书的一章的三到六节 题目是福音带给我们的盼望 哥罗西书一章第三节 我们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常常为你们祷告 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的真理道中听见的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 保罗写信给在哥罗西的教会告诉他们 他常在基督里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们祷告 这是我们都愿意听到的事情 我们愿意仍为我们祷告 这是人对我们显示出的善意 因为是善意又是不费钱的善意 就有许多人愿意多又多的做 所谓的祷告不费钱 其实就是在说 我们动一张嘴 就盼望上帝能够为这个祷告买单 但是神是否真的会为我们的祷告来买单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就好了 只是很可惜的 并非是如此的 神不是我们的仆人 相反的我们才是神的仆人 应该要由我们来满足神的心意 常有人祷告祝愿对方 一切顺利供应充充足足 天上赐福地上满意的 问题是这样的祝福 是否真的是在神的计划之中呢 我们当然不能说没有 事实上也有亚伯拉罕和雅各等 他们所到之处 不管是在放牧或者是挖井 也真的都是凡事顺利 这些都是我们所羡慕的 但愿我们也有这样的赐福 在如今成平的年代 人人风衣足食的 或者我们已经得着了神的赐福 或者我们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子的牛羊万千 然而就算是亚伯拉罕在地上所得之福 和神所应许的相比 仍然只是小小的一部分而已 神所应许的但我们还没有得着的 那就是我们的盼望 在经文当中保罗告诉我们 他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们所祷告的是 要让他们能够得着那在天上的盼望 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 要比在地上我们能够看得着摸得着的 还要好的更多更多 只是有许多人可能并不试祸 认为保罗所说的祝福和祷告 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会不会呢 在我初中毕业那一年 有一位长辈就送我一支钢笔 我接过来礼貌性的说声谢谢 但是他可能是看出我脸上 并没有什么喜悦的表情 于是他下周又来 这次送了我一辆模型越野车 就是那种塑胶制的 自己需要组装的那种 这一次呢 我就掩不住我开心的心中的喜悦 欢天喜地的将礼物接过来 连说谢谢谢谢 这下子看到受礼者的开心 送礼者也随之开心的 我所要说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并不试祸 如今我长大了 就知道那一支钢笔 可是要比那个模型汽车要贵多的 同样的道理 神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 要比地上我们能够得着的福分要宝贵多了 而且是更加的难得 那为什么我们说是难得的呢 因为这个天上的盼望到目前为止 对于我们这些还在地上的人也只是盼望 我们之中可能有些人真的会得着 并且会得着许多的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就不会得着 或是得得很少很少 仅仅是有而已 这天上的基业并非是给所有的人的 像那种平头式 人人有奖的平等赐予的 保罗说了 是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他才为他们祷告 能够得着那天上的盼望 这是主所要的人 来跟随主耶稣 必须要对他人有爱心 必须对他有信心 是那种真实而又忠心的信心 并且要遵守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那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保罗所说的这一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也不是他自己所发明的 而是早早在传福音的时候 在我们还没有信以前 在我们所听到的福音当中 就是如此说的了 这并不是在我们信了以后 在新加上的限制条件 而是在我们所听的福音当中 一直没有变 也不会有所改变的 就已经告诉我们的 不论是主对我们的要求 或是主应许 给我们在天上的盼望 这些都在福音当中 启示给了我们 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 所以这福音又被称为是真理 或者是我们在中文翻译中 可以翻译成事实 我们既听了这福音又照样做了 那我们就能得着那应许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远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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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